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神的审判为什么临到年轻的神人 临到骗人的老先知呢 那神的审判干嘛只临到年轻的神人 而不临到年老的老先知呢 其中的原因仔细我不是很详细知道 但是我知道神对于这个神人的要求是很高 但是我知道神对这个神人的要求是非常高 因为他刚刚才因为信服神的话语而得到能力 而此责耶路波安 神不能够容许一个他所用的人而出以反矣 神不会因为他所用的人而出而反而 所以神对他的仆人的要求标准是更高 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所用的仆人的要求是非常高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件事 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话语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 神的话语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 出现了最少有十二次 至少有十二次 这段经文其实很重很强调的就是神的话 其实这段经文很重的重点是神的话 耶路波安因为不听神的话 耶路波安因为不听神的话 神的审判要想 神的审判就领导 神人奉神的差遣来到北特利 神人奉神的差遣来到伯特利 而他要遵行神的话语 不可以吃饭喝水 而他要遵守神的话语 不能回到吃饭喝水 神人因为不听神的话 所以受到神的关系 神人因为不听神的话 而受到神的管教 诶 那个诗行刑罚的狮子 大家大家要看一下 很有趣 那运用狮行的那位狮子 我们看到有些有趣的事 他咬死了神人 他不吃 他咬死了神人 但是却不把他吃掉 而他不吃之后 他又不离开 他就静静地在那里等 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等 他又没有去咬伤那只狮子 他也没有去把驴咬伤 又没有去吃那只狮子 也没有去把那只狮子咬伤 他好像安安静静地在那里 他就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 他等人来做见证 拍照 他等人来见证 帮他们拍照 然后证据确作 他就好像要做一个证人来见证神的审判 就好像他做一个证人的见证神的审判 最后我们看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最后我们看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耶路波安看见神的能力彰显 所以他都没有悔改脱离自己的道 耶路波安不会因为神的话而悔改脱离他的恶行 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信服神的圣言最有能力 信服神的圣言最有能力 而违背神的圣言最有能力 而违背神的圣言最有受到惩罚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小心身旁乙家乱争的人 我们要提防我们身边许多乙甲乱争的人 无论人怎么说 我们要问神的话语到底怎么说 不管人怎么说 我们要问神的话到底怎么说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他说不听话的小孩都挺可爱的 他说不听话的小孩也其实蛮可爱的 大家读了这个题目 你是不是很想看下去呢 那大家读了这个题目 你是不是很想再读下去呢 我就读了下去 我就读了下去了 他说一直以来 听话都当是一个很小孩的一个表现 那文章说 一上来都说 听话的孩子是一个很正当的行为 那些常常跟爸爸妈妈顶颈那些 那些经常跟父母来顶嘴的 在那里讨价还价的 一言九顶的那种 一言九顶的那种 你说一句他顶你九个 你一讲一句他顶你九句 他说那些一直都被人觉得是不好的小孩 一直都感觉到这些孩子不是好孩子 但是教育心理学里面 最近有一个研究 但是教育心理学最近 这些经常跟父母来顶嘴的 这些经常跟父母来 在那里来顶嘴的 他们不单单将来是走上成功的路 以后这些厉害的人就是这些人 因为他们有主见他们不盲从 他们更独立不会依赖 他们独立不依靠 他们能够有抗压不再做玻璃娃娃 他们有创造力不会做复制品 他们有创造力不会做仿制品 他们有能力表达自己 他们有能力表达自己 不会做那些门冠子 门亲人 不会做那些才能把人闷死的人 他们会说话 他们会表达有创意 他们能够抗压 他们能够独立 哇越讲越多 越讲越多 您有没有做过一个不听话的小孩 您是否曾经做个不听话的小孩 难怪你现在这么成功 难怪你这么成功 那我们还要不要信服神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再信服神 从创业或者教育的角度看 可能跟人顶颈的小孩 有些性格可以有成就 从创业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些和人来顶嘴的时候 可能以后 但是从属灵真理的角度 圣经从头到尾 没有叫我们来和神顶嘴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来和神顶嘴 在这个反决规 反神 反圣言的时代 求主给我们做一个 顺服在神底下的一个基督徒 在这个反神 反神话的世代里面 让我们作为一个坚持主道的人 好几年前 好几年前 有一个宣教士在工场上回来 有一个宣教士从工厂回来 他在美国加州 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述职做了一个见证 他在加州回来述职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见证 他说他在工厂上 他经常和三十几个人来查证 他在工厂的时候经常能够和三十几个人一起来查证 不是一大堆人的查证 不是一大堆的查证 是一个对一个的查证 是一个对一个的查证 他说有一些是做生意 经常天花 花天走地 有一些是做生意的 所以经常天花 有一些是跟人同居的 有一些跟人同居 有一些是做依赖的 有一些是做恶奶的 有一些是夫妇关系不是很开心的 有一些是夫妻关系不是很开心的 有一些是遇到家庭暴力 那有一些是遇到家庭暴力的 那这个姐妹呢 她就说她不是用心理辅导 或者家庭辅导 来跟他们解决问题 那这个姐妹就说 她不需要用这些家庭辅导 或者其他熟识的文来辅导她们 她乃是用圣经的辅导 她乃是用圣经的话来辅导她们 她说 带他们查证 有时几个礼拜 一个月之后 她说很多时候跟他们查经 有几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之后 她就发现到神的话语的力量 入到他们的心里面 她就发现到神的话语的力量 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 她用amazing这个字来形容 她用amazing这个字来形容 有些整日花天走地的 她辞了她的工作 然后换一个简单的工作来教会 同居后来就分开了 离婚边缘的现在和好了 在离婚边缘的已经和好了 受家庭暴力的 她为她先生祈祷求神要恕她 她说她感谢神的话语 让她体会到人知罪 认罪 悔罪 生命更新的一个结果 她说从神的话 让她知道 一个人知罪认罪 被神赦免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丁姐妹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面前 我们来到一个最后的回应 我们回到最后的一个回应 或者最后的应用 或者来到最后的应用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几样东西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几件事 对于朋友善意的忠告 我们仍然要问到底是否出于神的心意 如果有朋友善意的来 得这个话语的话 我们要问到底是否出于神 第二就是 慎防用欲望来去主导人生 第二就是 要提防用这个人的欲望来主导人生 小心那个 翻白特利吃饭喝水的诱惑 要小心回伯特利吃饭喝水的那个诱惑 第三就是设计要得人的认同和赞赏 而降低了神话语所带来的标准 而降低了神话语的标准 然后呢 无论你是牧者也好 或者职场的主管也好 不管你是一个教会的牧者 或者是职场的主管 要知道你的地位越高 被神用和不被神用之间 在被神所用和不被神所用之间 只是一线之间 只是一线之间 这一线是什么线 这一条线是什么线 到底你有没有信服神的话语 就是到底你有没有信服神的话语 你有没有用生命去实践 你有没有用生命去实践 就是这样一线 就是那么一条线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知道 顺服就得力量 我们为你 就会蒙受管教 主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地方 可能我们没有杂根在你的话语 以至于我们容易受骗 我们容易现在 一些刺死而非的一些的道理当中 主啊 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不要用我们私底下的欲望 来主导我们的人生 主啊 你赐恩加力给我们 让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尊重你的话语 让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高举你的话语 我们传讲正确解释的话语 愿你的恩典继续的流露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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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strom